我不是要脫根 這次是真的要講一時休戰 這張卡我在群組貼過幾次 每當我脫根的時候 就使出一時休戰 腦底下就有人說我奴性 一時難慘 一時加班 加班 bad 不要在那邊亂啦 比起這些玩耿的留言 我更在乎那些認真提問的網友 他們不認識這張卡 在底下詢問效果 問這張卡的強度如何 確實 沒在玩的人可能不認識這張卡 畢竟 這張卡比較後面才出 而且也沒有在動畫中出現 所以不認識它很正常 但我又發現 有些人是連字都不認識 這個字 左邊一個單 右邊一個歌 念讚 我是幹 請不要再搞錯 一時休戰 發行於2011年7.6 它的效果為 當你脫根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張卡 雙方從牌子抽一 然後 一直到下次對方回合結束 雙方都不會有傷害 這裡的傷害 包括戰鬥傷害和效果傷害 也就是保你不死 不只是用來防禦對手而已 這張一時休戰 還可以規逼到自己的效果傷害 像是盜墓者 焊接這類 使用後 會受到傷害的卡片 都可以用一時休戰白嫖 是不是很強的一張卡 如果你還沒有感受到他的威能 那我再換一個說法 防弄這張一時休戰 然後 直接放空場給對方打 你的生命值也不會減少 套用到生活上就是 不工作 你也不能扣我薪水 勞工萬歲 這樣有清楚了嗎 這就是偉大的一時休戰 一時休戰會讓雙方抽一 且對方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這樣特性的他 不支援扣血類的手回殺 但對特殊勝利的牌型來說 卻是異常的好用 因為他可以保不死 又偷台錢 火鹿大法師 龍抽大法師 中煙倒數計時 這類的特異牌型 最需要的就是爭取時間 延長展現 所以 多半會選擇入這張 不過 這種牌我比較少玩 我有塞過一時休戰的牌 大概就是成妖 對 比起主流 我更喜歡這種不入流的deck 因為 沒有輸牌的壓力 這隻成妖部隊的核心 就是這張烏成妖 當他被對方破壞時 可以在雙方場上 特招等同數量的成妖 這些成妖 都是垃圾 他們沒辦法被解放 也不能成為融合 同步 超量的素材 就是一直卡在對方場上 讓對手完全無法做事 要達到這個目的 烏成妖就是重點 最理想的狀況 就是對面只下一隻怪 然後用烏成妖衝過去 當自殺突擊隊 但是我怕痛 因為 烏成妖的攻擊力是0 所以 先開一時休戰壓壓驚 之後 就可以放心的衝過去自殺 之後 就是扣血撲場 在朋友間打牌 用這種卡小偷到一勝 真的很過癮 而且 我打贏就換牌 力保成妖不敗 但要注意 開了一時休戰 對方到結束前 都不會受傷 所以要扣血 就要先緩緩 啊 也不用注意了啦 現在的成妖 連歡樂牌都不是 一時休戰 卡圖上描繪的人物 是真六五重的鬼斬 鬼斬 替自己的盔甲充電 代表休息的意思 關於一時休戰的由來 有一派的說法是 當時的六五重 太過於猖獗 只言定場 好來 換你 因為六五重霸榜多時 所以後來 就限制了幾張key card 試圖拖垮六五重 而這張一時休戰 就是象徵著 六五重王朝的結束 而另一種腦洞的說法 則是將一時休戰 編入六五重的故事裡 在真六五的卡片系列中 鬼斬和圓的劍術最為精湛 兩人為了切磋劍術 便安排了一場 御前四合 四合 就是比武的意思 鬼斬和圓 兩人的實力相當 所以雙方纏鬥許久 到最後 兩人都氣力放盡 所以他們協議 休息一下 三個小時七百八 在這次的比武後 圓成為老中 負責輔佐指援 而鬼斬 則是成為六五重的導師 變成師範 負責栽培新一代的六五重 關於這次比武的勝負 最主流的說法 是圓獲得勝利 但說也奇怪 鬼斬的攻擊力是1800 而圓的攻擊力是1700 有這一百分的差距 鬼斬怎麼會輸 難道是因為 他的對手 有圓的關係 好吧 我們有圓 再見